这个男人和朋友在餐厅吃午饭 别人点薯条汉堡 他只点一碗胡辣汤 而且再三吩咐要是凉的 因为要是热的就肯定要多加钱 朋友调侃他 他苦笑一下 没办法 因为家人生病 他已经节俭到了极致 不仅如此 他还把剩余的钱投进一个基金产品 希望能给老婆凑医药费 投资顾问告诉他 现在商业地产特别火 投这个稳赚不赔 男人听信了 可接着金融危机到来 公司该倒闭的倒闭 银行该破产的破产 资本家卷款跑路 更过分的还在继续敛财 他们一边忽悠客户有新产品 一边把自己手上的股票全部抛掉 有交易员良心不安 说有老百姓的养老基金在我们这 老板直言保住公司就行了 小老百姓们就见鬼去吧 而这就是残酷资本社会的运作方式 资本家敢这样为所欲为 也是料定政府不敢过多监管 毕竟政府跟他们都是一伙的 无论金融危机 投资银行 证券机构都可以从老百姓这 抽取巨额佣金赚一大笔钱 如果投资盈利了 他们赚的钱只会更多 而一旦破产最多公司倒闭 企业家银行家们的私人财产 依旧受法律保护 他们继续吃香喝辣 老百姓就只能吃土 但对此男人和许多民众都不知情 因为信息不对称 他们总以为自己的储蓄 能跟经济泡沫一起上升 殊不知他们从一开始就被割了韭菜 在意识到被骗后 男人非常生气 他找到律师 结果律师也是个看跌下菜的人 他给出男人两个选择 一个是放弃本金 这样就可以拒付投资失败欠下的6万 另一个是等待律师提起集体诉讼 这样男人就只用付欠款的利息 男人陷入纠结 因为无论男人如何选 他都必须给律师1万 可实际上 无论是6万和1万他都没有 同时集体诉讼所耗时间很长 还不一定能打赢 而妻子的病情脱不了这么久 这个男人头疼欲裂 因为被金融家坑骗 他整个人亏得快倾家荡产 他没有把这些事情告诉他 结果到医院一刷卡 医疗保险已到上线 好家伙 这玩意儿竟然还有上线 没办法 他独自来到银行贷款 但银行一看他的账单 信用卡欠下的钱八辈子都还不完 贷款是不可能的 于是他又预约了地方检察官 想咨询一下官司打赢的成功率 结果等了几个小时 助理只甩给他一句 不好意思 检察官今天太忙没空 男人一咬牙决定打电话再问问律师 可律师电话就没通过 他叹了口气 朋友见他如此胶着 当即把自己的储蓄借给他 并安慰男人不用还了 于是男人再次找到律师 结果律师表示 不好意思 你决定做得太晚了 由于投资公司已经被另一家公司收购 后续的诉讼会更加困难 男人走投无路决定卖掉房子 下一秒银行来了封信 因为欠款太多 他的房子已经被扣押了 男人绝望的说不出话 妻子更加难过 因为他知道 丈夫是为了给自己治病才这样的 他努力安慰丈夫 男人没说什么 马上赶回去上班 但来到公司 噩耗再次传来 由于保安工作的特殊性 公司不允许有债务的员工存在 他们解雇了男人 为了表示同情 上次私下给了他一点救济金 男人不知道该说什么 回去路上 他整个人陷入沉默 到家后 他震惊地发现 妻子已经割腕自杀了 原来他实在不忍心 再这样拖累丈夫 男人整个天都塌了 他悲痛欲绝 葬礼上他哭成泪人 之后的日子 他浑浑噩噩 整天用烟酒麻痹自己 晚上他走在街道上 思寸着自己该不该也自杀 这时他看到了之前的检察官 在一旁的酒吧开party 好家伙 之前不是说很忙吗 复仇的烈焰从男人心中生起 他等到检察官出来 上前一把拦住他 两人争执起来 可还没等推上两把 检察官就被路边一辆车撞死了 男人慌张地撤离现场 但第二天 看着事故的报纸 他心中不仅不难过 反而还有一丝快感 这时 一个恐怖的想法 在他的脑海中诞生了 这个男人已经被资本社会 逼到了极致 贪婪的金融家 碌碌无为的政客 每一个从黄尔街中 坐享其成的人 都毁掉了他的生活 在意外害死一名检察官后 他决定展开更彻底的报复 首先他找到一名地下军火商 买了一堆枪弹后 他挨个开始猎杀银行家 他人狠话不多 找准路线 找准时机 一枪毙命 很快金融家挨个死去的消息 登上了媒体头条 之前抛售股票的老板有点紧张 连忙加强了安保设施 但此时 男人已经盯上了他 而这一次 男人要玩一把大的 首先他故意用电话 约出了最初坑自己的投资顾问 他远程狙击 一枪就打爆了对方脑袋 一时间 广场上的民众陷入恐慌 对楼金融大厦的银行家们 惊得纷纷站起来吃瓜 这一下 男人获得了极佳的狙击视野 他迅速攻击 疯狂射杀着玻璃窗前的精英们 很快救援队赶到现场 趁着他们注意力被吸引时 男人马上撤离 他溜进股票老板所在的大楼 带着面具来到顶层 接着他掏出手枪 肆无忌惮地开始大屠杀 中途他放走一名有妻子的员工 但其他人就没那么好运了 在不断的枪火中 男人的杀性逐渐失去控制 他丢出手雷 直接把办公室炸成破烂 他来到老板房间 摘下面具与他对质 他质问 资本家为什么要这样对待他们 老板脸上毫无悔改之意 他表示 美国社会就是这样运作的 从古至今 一直都是金融大鳄 在掌握社会力量 他们用来路不明的钱 建造繁荣 而像男人这种小老百姓 除了为他们卖命别无选择 男人不爽了 他把枪放在桌上 说要跟老板来场 堂堂正正的对决 可话音未落 老板耍狗抢过枪 结果一扣扳机 空的 这时警察正好攻入 看到拿枪的老板 他们条件反射的击杀对方 把故意打扮成精英模样的男人 护送了出去 但这时 之前帮助他的朋友认出了他 虽然很震惊 可他们还是不动声色 默默放走了男人 最后男人走向远方 发誓一定要继续复仇下去 这部电影名字叫做 入侵华尔街 它生动描述了资本主义的黑暗面 虽然整部片的动作戏 集中在最后 但影片中长期铺垫后的爆发 反映的正是默默忍受后 民众的最后反抗 好了 现在节目就到这里 欢迎关注科幻战舰 我们下期再见